新冠肺炎 受到脫歐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英國出現大型貨車司機短缺 有超市甚至將司機的年薪調高 比當地部份專業人士更高 不少香港人說笑話要到英國駕駛貨車 不過有在英國駕駛大型貨車的香港人就分享話 雖然目前英國貨車司機初入職的月薪 已經高達3至4萬港元,工資吸引 但開大車並不容易 不僅供市場,司機沒有社交生活 加上英國路面情況複雜 就算在香港屬手貨車司機 相信到英國之後也要重新適應 Sunny在英國任職大型貨車司機已經3個月 她在Facebook開設英國留學貨車老專業 分享在當地的工作日上 Sunny接受兼雜誌訪問時說 自己在2020年11月考三部份筆試 至今年4月考路時 順利一take pass 透過英國駕駛訓練學校 學習駕駛大貨車 全部課程合共6天 最後一天考試 收費約12,000港元 Sunny說自己大學時已經兼職為超市送貨 駕駛超市貨車 一代二代要送到顧客門口 有時貨物太重 上樓梯也挺辛苦的 可能一程車可以五小時以上 都有的 相對就長途一點 因為你這樣長途 一天停一至兩站左右 下貨就看看你去什麼地方 如果是送到別人的店 自己有職車下貨 如果送到物流中心的人 會幫你下貨 那就不用體力勞動 人工是多些 因為英駕駛多於小便 5磅一小時 也挺多的 Sunny說 英國貨車內有打卡機 記錄司機公時 駕滿9至10小時 司機一定要停下休息 否則有警察突擊檢查 超過規定公時就會被罰錢 所以 如果送貨地點太遠 司機就有可能要半途過夜 做過夜貨車司機 人工更好 但最大的缺點就是 沒有辦法回家 而且 起居飲食都要在貨車之內 貨車裏有床 床雖然是剛剛睡到一個人是OK的 但環境可能舒適 就未必那麼適合 每一個人是未必那麼好的 Sunny認為 香港和英國車雖然都是優太 但路面情況大不相同 因為路窄很多 亦有很多不同路面情況 可能有住宅區 周圍排滿了車 又有山路 爬山的山路 真的很斜路 關彎曲曲的路 公路 亦有城市的路 很多不同路面情況 香港 香港相對路面情況 電快 較少 Sunny認為 就算一個香港熟手貨車司機 到英國之後 也必須要重新適應 不可能立即重操故意 雖然身為現職司機 Sunny感受到英國大型貨車司機短缺 令同行工作量大增 但他就從來沒有後悔 因為你每天開車 你去很多不同地方 你不知去哪裡 你又不知開些什麼車 我大中小都有開的 每一天你都好像有一個探戀 興奮的感覺 所以我很享受 兩�� Patch